钉枪 那这个就是拉钉 这个也是一种 卯钉的一种 那么我们要来示范在几种场合 那我们要来示范在几种场合 可以用到拉钉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箱子 要开个视窗 这个视窗我们在内部 可能会用一个透明的压颗粒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压颗粒把它固定一下 你可以用胶带 先做个初步的固定 然后呢在你想要的地方 把它先装孔 比如说我们这边要有几个锚钉 这边有几个锚钉 我们先装孔 我们就继续装其他的孔 我们就继续装其他的孔 那基本上我们已经装了四个角落了 基本上他要跑已经不大可能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完成我们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加强孔 好那我们上面跟下面都要钻 还有这个四周 那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做个示范 我们就纯粹钻一个部分就好了 那我们钻好以后呢 这个孔位都是算是正确了 那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这个拉钉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到下面来 然后把你这个钉子扣上去 好那我们先扣对角线好了 先让它稍微有一个稳固一下 好那我们先初步的固定了 那当你要这个固定的时候你可以在四周 先涂上矽胶和矽胶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拉钉就要上场了 好这个拉钉OK 那我们就是把它从这边插上去 把它插到底 插到底从侧面拍一下 插到底 然后用力的 用力的 用力的 用力的把它拉 两只手用力把它拉 好 有没有看到 这个压克力的四窗已经被有人固定住了 然后它的断的东西就在这里 好那等于说这被我们毛钉毛好了 好那我们再来弄第二个 好 各位再看一下我的动作 好 好 好那可以再把这个钉子 好 再把它退出来 好 好 那各位拿到我们拿到桌面上来 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 弄其他的 好 这个一样 好 脏到最开 好 把那个 拉钉器晃进去 好 两手用力 好 钉子 好 跑出来 好 那继续用其他的 也是脏到最开 好 把钉子晃进去 好 做拉的动作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好 这个都是一个 卯钉 把你的这个东西 把它卯住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内侧 好 内侧就是这个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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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陆续 把其他的 把它做好 你各位看一下 好 好 嘴巴 点 ez 新鲜 然后 然后 季der 勒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完成很漂亮的 这个卯钉的动作 这边摸起来也很好看 那内部呢 也是很平整完善 这个就是有一种 比较专业级的一个做法 那你可以陆续把这边都 再把它完成 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 开四窗的一个工程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完成的样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一个的拉丁 这个表面就很整齐 好,那这样的话就很专业也很好看了 好,那至于内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部就是有一个一个 拉丁的这个头 好,好 你可以陸續把這邊都再把它完成 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開視窗的一個工程 那我們再來介紹哪個地方還可以用到這個拉丁 我們假設我們要在一個這個旅館的一個柱子 我們要安裝門的這個角鏈 那你如果要鎖螺絲的時候 後面的螺絲母你就碰不到了 那你就一定要用螺釘嘛 那如果今天我們能用這個拉丁 用拉丁就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這個鑽孔 那我們簡單的齁 因為只是示範齁 我們就是鑽兩個孔就好了 現在我們來看裡面的品質 這是一個箇所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裡 之後我們就把這個調和放放在去 這裡一共有螺絲 我們可以用綠度去就邊 全部通過 我們可以用來盤子 然後再蓋子 然後再蓋子 之後他們把這個也給起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铰链的这个片子把它装上去 这样的话 你就用螺丝 铁子就转不开了 这个就被固定了 那小偷只会拿电砖把它装掉 不然它就下不来了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 左边在这个 铝柱上安装这个铰链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个拉丁它也有各种尺寸 像这个板扣它的洞就比较小 那也就适合这种比较小支 小支一点的拉丁 这个拉丁 当然洞也要钻小一点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拉丁的长短粗细都不一样 那就可以在适当的场所 用适当的钉子 那以上呢 简单为各位介绍拉丁 这个是这个就是锚丁的一种 尤其是在你后方都无法进去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用这种正面直接施工 那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好至于那我们这个拉丁要怎么取下来 你就当初的这个电钻 这个钻头直接把它钻掉就可以了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很容易就取下来的 这是把拉丁取下来的方法 好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